大家好 我是高庆峰 我現在是雪王冰淇淋第三代的負責人 然後同時也是一個跑步教練 然後偶爾會兼差去當高山向導 帶這種台灣百月一日單工什麼的 我的興趣是跑馬拉松 還有鐵人山項登山 偶爾以前還有玩獨木舟 有完成過世界六大馬拉松 爬山的部分有爬過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 其中的四座 就北美、南美、歐洲跟非洲 然後台灣百月目前爬了86座 我們店裡面最特別口味賣最好的就是肉鬆冰淇淋 肉鬆冰淇淋是從我阿公時代就有囉 民國六十幾年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也就只有我們做肉鬆冰淇淋 而且你不要以為肉鬆這個很奇怪 其實它是特殊口味裡面賣最好的 有的小朋友從國小吃到現在都國中了 每次來還是必點肉鬆口味冰淇淋 我找到最老的 就是剛好我們那時候一樓搬到二樓搬家的時候 找到一些舊報紙 那邊是民國六十七年 是我挖得到最早的簡報 上面大概有三十幾個口味吧 但是上面就已經有黑牌威士忌 五家皮 茅台還有麻油雞肉鬆 都是那時候民國六十七年的報紙上的 那個Menu Kanban 就已經有這些口味在上面了 那到七十三種 據我記得我小時候聽我爺爺講 是在民國七十三年的時候 店裡面的口味達到七十三種 還有一個很大的意義是 在民國七十三年的時候是 進口冰淇淋大舉進軍台灣的時候 在我爺爺講法是那時候 好像我不知道哈根達是三一還是什麼的 就是很多進口的冰淇淋進來台灣 所以可能在他當時的心中認為 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的年代 我爺爺是受日本教育的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其實有點像日本人做生的那種 比較一板眼職人精神 那以前我都會跟客人形容 他像是日本東京很小的巷弄裡面的 一個拉麵店的頑固老頭 他堅持他的麵就是要這樣子的份量 湯頭就是這樣子 他不會因客人的這個喜好而改變 那我認為他做某些這些特殊口味 一方面是吸引眼球 就是讓客人看到 哇這家店有麻油肌口味是什麼 好厲害喔 我進去瞧一瞧 但是你不能夠寫麻油肌裡面 做出來不是麻油肌啊 所以他真的真材實料 真槍實戰做出了裡面又有雞肉 又有老薑又有麻油 吃起來你完完全覺得 這就是百分之百麻油肌的冰淇淋 但是這個宣示意味大於實質意味 剛好昨天去跟保時捷提案的時候 我就跟他聊到 就像保時捷有些跑車 他可能幾百匹或甚至幾千匹馬力 但事實上他一整年可能只會賣十輛 全球只會賣十輛 他只是要宣示說我保時捷車廠 做得出這樣高性能的車 但是最終他並不會是市面上大家都在買的 就如同雪王油很多口味可能是 我們做得出來 OK這樣就夠了 但是大家來這邊還是吃紅豆芋頭 一開始也沒有打算貼公告說 什麼要結束營業 只是因為剛好跟老客人在聊的時候 說要吃要快喔 我們這個搞不好到下個月 住月到期沒辦法續約喔 然後我沒想到老客人就可能 在自己臉書貼文 或是把這消息傳出去 那一天我記得很誇張就是 客人這樣綿延到 到前面包子店快要到台灣銀行去 就是排隊排那樣 我從來哇 夏天再怎麼熱都從來沒有這麼好生意過 那我們要重新找一個店面營運 那這時候找來找去 最後就是想說最好的方式就是 移到原本地方的樓上 客人也比較不會找不到 只是說要爬一個樓梯那樣子 所以在原址的二樓營業 就跟裝潢的設計師什麼溝通說 我希望保留的是這個以前 就在樓下用了三十幾年的 木頭桌子木頭椅子 我爺爺以前自己很自豪 他說他規劃的這種桌椅 用滿年也不會 就是他覺得這個怎麼用 都不會被人家做斷 然後這個桌子很牢靠 那所以我那時候希望把它搬上來 整個桌椅這個木頭很珍貴 讓它可以繼續再用 沒想到搬上來 現在也用了七年了 所以希望可以這個桌子 真的可以在陪這個店 用到變百年老店 早 早 最早我記得我剛退伍的時候 我爺爺就說 不要馬上就回來接家裡的工作 你先去外面磨練磨練 那想說什麼工作最磨練 那是做業務嘛 做業務需要面對很多人 然後被打槍幹嘛的 那又什麼業務最磨練 如果你想買車 你會去找買車業務 如果你想買房子找房子業務 可是比較少人主動會想要買保險 所以通常保險業務感覺它是賣個無形的商品 你要拿一張紙去跟人家收個兩百萬 所以我覺得保險業務很磨練 所以那時候就做了保險業務 那一做就沒想到做到現在也已經第十八年了 那時候大學剛畢業當萬兵 所以周圍同年齡的年齡層 可能也都剛出社會 沒有雄厚的實力 可是我有的是什麼 我有的是雄厚的體力 所以人家一天可以拜訪三個人 我一天就拜訪十個人 然後所以人家可能一個禮拜 簽一張寶丹兩張寶丹 可是我每天都簽一張寶丹兩張寶丹 所以我三個月下來 那時候簽了七十幾張寶丹 就拿到當時的建樹網 達到了當時的該公司的就是全國紀錄這樣 就像我們有七十三種口味 每次客人都說 我可不可以這個也想要吃 那也想要吃 我說你來多來幾次就好了 但是我們來 我常常會覺得說 我也想要做這個工作 我也想要嘗試那個運動 我也想要玩這個 可是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你每個都沾了一點 都玩了一點 但是你都沒有辦法玩很近 可是我覺得我可以玩到比人家多的項目 這個是有利也有必啦 因為老天爺很公平 給每個人都只有二十四小時 因為就是剛好 在我手上就已經六十幾年七十年嘛 然後我接手到現在也已經做了十二年了 那我想說如果我跟我爺爺一樣 我爺爺其實他可以算是熱愛這份工作 做到人生最後一刻都還在做這份工作 那如果我可以跟他一樣活到七十歲或八十歲的話 那我現在四十再過三十年 現在血亡已經七十五年了嘛 這家店應該有機會在我手上達到百年老店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里程碑 你可以聽到我從前面講 什麼世界六大馬 世界七頂峰 然後百月八十六度 其實我對數字是有種偏執跟熱愛 那所以如果能夠這一家店在手上達到一個 欸一百 感覺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那我不知道我後面能不能再腳棒出去 但是至少前面兩棒已經跑得不錯了 到我手上 那第三棒我要把它好好地做好到半年老店 班下次見 你看到我們